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那节目开始之前大家知道的 老规矩希望大家把签到两个字打在屏幕上 这期节目很特别 因为开通B站这么久以来 我认识了很多有才华的人 当然陆陆续续也在开展着一些合作 自从上次的帮你调色第二季之后 我认识了来自香港的摄影师Joy Law 看过他的一些作品之后 我们萌生了一个想法 想合作做一期关于香港电影的主题 于是就有了这一期节目 这期节目的主题是香港电影 相信70 80以及90年代初的一些人和我一样 对于香港电影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和感情 当然我们今天要说的不是很老的那种香港电影的色彩 比如说什么林振英或者更早一些的电影风格 那个年代的香港电影有它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拍摄风格 但是色彩上却没有那么多的风格化 那一直到了王家卫杜琪峰等等这一批导演出现的时候 香港电影特别是文艺片的风格化逐渐开始强烈起来 那他们的出现对于喜欢电影制作的朋友们来说 算得上是先驱者和导师级别 那他们的电影非常有他们自己的一种风格 不论是叙事手法拍摄角度以及色彩的运用上 都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那对于我和摄影师Joey来说也是一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踏雪寻梅》这部电影 在较为近期的港片中 这部电影的风格化尤为强烈和具有代表性 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种色调之一 那么这期节目我为大家准备了 其实有超过12个香港电影风格化的这个LOT供大家下载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点开详情可以看到下载地址 接下来是一段这些LOT的展示 那大家可能看起来每个片段色彩感觉很相似 但其实你将它们运用在不同的场景下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下 我和Joey精心为大家打造的这些玉条色包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提供 有没有某一个场景或者片段勾起你对某一部电影的回忆呢 我相信或多或少应该会有一点 虽然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已经过去了 但是它留给我们的记忆是永恒的 我也相信这些优秀的导演所带来的这些影像风格 也一定影响着后来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很多电影人 因为我们都热爱那个年代 都热爱香港电影 更爱香港 影片的最后要为大家预告一下之后的节目 我会为大家带来港片风格的视频调色的教程 那就希望你能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一键三连了 那我是靖 我们下次见 拜拜